沙巴一名华裔专科医生 怀疑不堪职场霸凌 选择亲生 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 卫生部今天宣布成立独立特工队 从下个星期开始调查这一起死亡事件 并且在三个月之内准备调查报告 同时提出建议改善卫生机构的职场霸凌问题 沙巴拿赌医院化学病理学主任 正典雅自杀疑云迟迟未有真相 家属昨天召开记者会 控诉卫生部的调查没有进展 今天卫生部长拿都斯里祖基菲里宣布 2019年退休的公共服务局总监丹斯里博汉 将会率领六人组成的特工队 调查正典雅的死亡事件 另外五名独立成员分别在 医学 精神病学 病理学 心理健康 霸凌行为等相关领域 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各自专业 他们分别是拿都西蒂哈米莎 拿都阿兹曼 拿都莫哈默法新 拿都雷利明以及陈立芳 全都不是卫生部在职人员 特工队将从下个星期四开始执行任务 调查并分析正典雅的死亡结果 检视拿赌医院的工作文化 与此同时 他们会查明拿赌医院病理科 是否存在职场霸凌问题 并鉴定卫生部容易出现霸凌问题的 内外部因素 祖基菲里表示 特工队将在三个月内 准备调查报告 同时针对卫生机构的职场霸凌问题 提出预防和改善建议 卫生部承诺会致力改善工作环境 使得职场更和谐 绝不容忍职场霸凌外风 正典雅的弟弟郑永生昨天声称 姐姐从今年八月开始 投诉医院的工作量超出负荷 除了休息日之外 待命时间变得更长 此外 姐姐在出世前一天突然发送很多讯息 向丈夫诉苦 但过后又删除讯息 家属表示 正典雅生前 无论是在私生活或夫妻关系方面都没有异常 姐姐出世后 一直没有卫生部人员或调查小组联系家属 了解姐姐生前的遭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广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